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车主们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自己的座驾在使用较长时间之后 整个车灯就会变得昏暗起来 不明所以的土豪们当然是二话不说 直接拉进CS店来一次保养 或者干脆直接任性的换一辆新车 不过实际上我相信很多车主毕竟不是土豪 所以我们不妨自己来试一试车灯的清洁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车灯的灯罩其实并不是玻璃结构 它和塑胶眼镜采用的竖纸镜片是一种材质 它的学名叫做高标号聚碳酸纸 这种材料质地轻透光信号 相比玻璃而言还有更好的韧性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容易被尖锐的物体刮花 而刮花汽车灯罩的就是高速撞击在灯罩外壳上的小沙粒 因此如果车主检查车辆发现灯光昏暗 正是车灯外照被刮花的原因导致 那么车主可以用以下方案修复 首选的就是眼镜清洁液 这是专门针对这种材质的清洁修复液 如果家中有人佩戴眼镜 那么眼镜店家一般都会赠送一瓶眼镜修复液 如果没有 也可以去专门的眼镜店单独购买这样的修复液 某宝上的价格也就十来元非常实用 如果车主不愿意花这样的钱或者不想等 那也没关系 我们同样可以自制这样的清洗液 那就是肥皂水 因为肥皂水是具有弱减性 不会对车灯外照造成腐蚀 所以使用软布擦拭后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如果连肥皂水也没有 那么用牙膏刷一遍灯罩 再用软布擦拭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如果连牙膏也没有 好吧别开玩笑了 谁会没有牙膏呢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